好 謝謝 我相信政理任務 自己的一言一行 自己集到公共事務範圍的任務事項 都是要透明 我在黑名堂的中間 是怎麼能合成到今天 我重情的過程 你看 去逛街到什麼程度 為什麼經得起考驗 因為 我知道說 唯有完全的透明 讓自己充分的暴露在大家的檢視之下 我才能合成 所以今天可以在這裡和大家記憶 我是去找找找 不死去的 選舉一定要經費 經費要回來 比較少 在我重情的過程 就是在台南市 藍大變成立大的過程 三大財團 四個家 都因為陪我競選 最后 現在都破產走路 因為他們不甘願輸 所以越花越多 我們花那些千萬 算一個市長千多萬 他又要花那三億四億 甚至聽說八億 所以 當然這些財務要透明 聽知道 中情這麼久 我沒有成立基金會 因為基金會對我來講 不好管理 而且呢 瓜田以下很麻煩 如果要幫你搖擦 沒辦法去抓去基金會 認證所得 你要接受 所以我和基金會又不疑 我一切透明 一切透明 就是透明 請大家繼續檢驗 徐天才的透明 謝謝